大家好,歡迎來到輕鬆聊投資 我是James,現在是美西時間4月29號 禮拜四,早上差不多7點左右 我們這個影片會在每個禮拜五 美西時間下午4點左右發布 歡迎YouTube、Bilibili跟Podcast的聽眾 和收聽我們的節目 大家在YouTube、Facebook、Bilibili跟Podcast 都可以搜尋到CRC投資理財教育學院的一些資訊 歡迎大家參與我們的頻道、收聽跟觀看 謝謝 我們是一個富有俱樂部 所以我就是要給大家富有 所以大家新來的朋友 你們看到這個影片 你路過經過 你絕對千萬不要錯過 這是價值一億元的講座 你慢慢停下腳步 看看我們的影片 這是你一輩子最重要的事 外面很多投資理財的短視頻 或者是財經節目 其實都是 無論對錯都沒辦法幫你獲利 他們只是要有流量是一種做節目 就收入需要收入 所以比較像綜藝節目 那內容無論對錯都沒辦法幫你致富 所以對投資者好處不多 我們的節目是紮紮實實的投資經驗 而且確定可以讓你致富的 我們是度有緣人 那你經過路過那就有緣 那我們就會讓你富有 有位投資朋友 那他講說我們的投資這麼不能精簡嗎 每次影片都要一個多小時 那不就是打死不賣嗎 那我很高興也很感謝這位朋友的留言 是的我們買進對的長期只有打死不賣就富有 雖然是簡單可是其實意義深遠 意義深遠 那不是能夠一般人能夠理解 其實很多宇宙的大道理都很簡單 像巴菲特講的眾人貪婪我恐懼 眾人恐懼我貪婪 這麼簡單的一個大道 有誰如果這麼容易理解 那大家都富有了對不對 所以不是一個大道講完就OK走了 沒有這麼簡單 所以就好像腳踏車騎腳踏車就踩上去平衡就對了 那你覺得這樣子聽到的人就會騎腳踏車 當然不會 所以還是要經過一般的帶領 所以同樣大道 但是沒有人一聽到這個簡單的道理就可以完全理解 而且可以成功 所以碰到市場的震盪要摸鬼拜 那還是會懷疑做不到 所以所有的知識其實都要大家要內化了 那我們一再的從不同的層面角度來跟大家講 我們所說的買進對的 長期持有大死不賣就富有 這是很簡單的 可是如果我們這樣講完了 那就沒話說了 那當然就會產生很多問題 什麼是對的 為什麼長期持有就會長 長期持有為什麼就會富有 那買進什麼 那市場如果大跌 熔斷熔斷熔斷再熔斷 難道不用提什麼 所以你會產生很多很多的問題 不是講完大道 那就大家都會投資成功了 沒有那麼容易 如果對我們投資的大道不能完全理解 當然就沒辦法執行 當然就也沒辦法達到信仰的地步 所以我們要講清楚 而且講白一點 任何的大道一輩子也講不清楚 你看那個教會 每周日都要去上教會 那那個大道要講多久 其實講了再講講了再講 人生還是要持續的提升 投資也是一樣 所以說永遠講不清楚的 永遠講不完的 所以 大家要把我們的影片 好好仔細看一看 雖然聽起來很接近 其實是我們是同不同面向 來跟大家講一個道理 就好像我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一隻老虎來 你老虎碰到老虎 你就要跑 懂嗎?它會咬你 哪一天這個人到了生理裡面 我看碰到老虎 他就被咬死了 上帝問他那不是跟你講 見到老虎要跑嗎? 哦 是啊 可是我不知道我看到的那個是老虎 了解了嗎? 所以 我們大道雖然很簡單 可是你在市場看到了 你可能還不知道那是什麼 所以你還會懷疑 所以你 不是完全了解 那沒那麼簡單 就是給你一個大道 你就會成功 所以我常常講道可道 非常道 民可民 非常民 我在這邊講再多 當然還是得講 可是講再多 也沒辦法保證你投資成功 只有你自己把我們所講的事情 內化成自己的知識 跟自己的執行 到自己的認知 到自己的信仰 你的投資才會成功 所以我還是會 每次都錄的比較長的影片 慢慢讓大家理解現在的市場 跟理解市場是什麼 你才能做到買進對的 長期持有 當時不賣就富有 我們每個禮拜六 早上美系時間7點 這個台灣時間晚上10點 我們有club 會跟大家聊投資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上來跟我們一起聊 分享你的經驗 也可以問你所有的問題 對於年輕朋友 歡迎你們上來 問你們任何的問題 無論多簡單多入門 我們都非常高興 帶領你們成功 在論裡面 我們每個月會有個 room的輕鬆聊投資角座 那五月的話就會是 美系時間5月29號 那這是禮拜六晚上 美系時間7點 那台灣的話是5月30號 台灣禮拜日早上10點 那在clubhouse 我們也會直播了 先免責聲明 所有的投資都有風險 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是僅供參考 你如果任何的作為 跟執行 你要自行決定自行負責 所有盈虧都要自行負責 好我們來看市場 然後市場永遠上漲 只漲不跌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市場 這是QQQ QQQ 你們看不到那一邊 來這樣就看到 OK這樣子 QQ你看要突破高點 所以這個市場雖然有震盪 你這裡下跌很可怕 市場又要來了又早 這個不是只有今天 過去要跌下去 所以我跟你講 我想要講 跌下去會漲上去 那漲上去就跌不下來 跌不到這裡來了 跌不到這裡來 漲上去跌不下來 所以上漲獲利 你沒獲利的話 那你就是永久的損失 我們有獲利 那你沒獲利 那你就是永久的損失 那你買進跌下去 只是短暫的下跌 你這邊 你這邊買進去 下跌只是短暫 之後上漲 比那個沒有買的人來的好 所以買高不是不好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像 大家要理解一件事情 一支好股票 它不是不會 不是說一直漲一直漲 你看它這個 那你如果這橫盤很久 這個地方你耐不住 你把它賣掉 那這個上漲 你就得不到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 打死不賣 橫盤再久 你看它這橫盤多久 就是從2018年4月 一直橫盤到這裡 2020年4月 你橫盤兩年 1819 2020年4月 橫盤兩年 橫盤兩年 那你這兩年 如果按摩總你耐不住 那你就得不到 這後面這個豐厚的回報 那你現在從2020年的這個 六月一直到 到現在已經快四月 也快六月 也快一年 那你若沒有耐不住 那這樣子 現在又創新高了 再來呢 就會跑出去了 所以大家理解 這個是 所有的股票都是會震盪上風 了解 所以市場跌下去會漲上去了 漲上去就回不來了 這大家要理解 好 今天市場先看到這裡 我們繼續 所以市場只漲不跌 跌下去會漲回來 漲上去就回不來了 所以你如果沒在市場 市場漲上去 你的損失就永遠存在 跌下去的損失是暫時的 漲上去你沒在市場 你的損失是永遠的 在這裡還是警告 永遠要記得 股票抵押借錢 不可以再來買股票 懂嗎 不管你是play局 或者是你是security-based loan 都不可以再來買股票 尤其是像台灣的股票質押 跟美國的security-based loan 雖然利率比較低 尤其是美國像什麼trade 什麼trade的 那他又可以給你的security-based loan 比較低 那這種都是股票融資 那你如果市場下跌 你可能就會破產 假設你100萬 那你融資 你用了50萬 市場跌一半 你100萬跌 跌只剩50萬 你的資產剩50萬 你像你要借50萬用掉 那你就破產了 那市場可以把你的清盤 證券商可以把你的股票強迫賣出 所以這樣子的股票質押 跟security-based loan 雖然利率比較低 可是你最好只能借用 10%最多就是10% 那我是建議都不要動用 只是拿來做緊急備用金就好了 也就是你100萬去抵押 做質押或者是security-based loan 那你 你只能動用10萬塊 那10萬塊拿來過日子一年兩年 可能就用光了 那可是當你資產增加的時候 當然你額度可以增加 所以你小量的用可以 可是絕對不要大量的用這個股票質押的融資 融資 融資跟股票質押 是不太一樣 市場下跌不太會被清盤不容易 你只要每個月繳利息就好 像你的房貸 你房子再怎麼跌 你只要每個月mortgage有在繳就可以 市場不會只漲不跌 我相信未來 你一定 我們一定會碰到一個下跌80%的狀況 那下跌80% 你如果融資沒控制好 你可能就會破產 那一般人 你只要能夠度過這個下跌 就像2000年的高點 你滿進到現在你有7%的回報 對不對 只要你不賣 就算他跌八成 你曾經跌過八成 你只要睡覺去就好 那你有緊急備用金就夠了 所以就算是做prayage的人 你動用的資金也不要超過額度的25% 假設你100萬有70萬 那你最好不要超過23萬 也就是你資產的17.5萬 也就是說你有100萬的額度 你最好不要動用超過17.5萬的金額 大家的 我當然教大家要利用市場便宜的錢 來做一些事 可是以股票抵押借款的要謹守 嚴謹遵守不能再將資金投入市場 prayage可以拿來過日子 margin loan盡量都不要動用 你們有一些margin loan的 interactive trader或什麼 鐵裡的一個比較便宜的 那你用股票做margin 叫margin loan 那叫margin 那margin的話市場下跌 跌到一個程度 你的資產不夠的話 他會強迫把你賣出的 所以代肯的風險其實是蠻高的 大家要理解這個風險才可以去執行 不然的話你會造成你的財務的危機 那你就要自行負責 會破產的 如果你沒控制好 好 我們聊一下巴威特的語錄了 就是說 市場只有在退去的時候 才會知道誰一直在挪融 那這裡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就是 你投資的公司 市場在下跌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沒有價值 你在投資一個沒有價值的公司 當市場水淘水退去的時候 你的資產可能就歸零了 那就是挪融 另外一個就是假設你用融資 借貸的話 那你可能也是一個挪融者 就是說你更敢過高的時候 或者你做期貨期權的時候 你融資太高 那你在市場下跌的時候 你也是挪融的 你會被人家巴光皮的 所以你就會破產 所以這是巴菲特所講的 投票槌退去的時候 才會知道誰在挪融 在華爾街靠的就是不斷的來交易賺錢 這個是在華爾街 其實真正賺錢的是華爾街 是投資銀行 是政府 我們是不靠操作賺錢的 那我常常說 當你開始不操作的時候 你就開始賺最多 開始賺錢 在市場 投資者每天相互自己這樣子 你的股票賣給我 我的股票賣給你 最後大家都破產了 只有經濟公司跟那個 國稅局賺了錢 懂嗎 所以不要交易 不要交易 你們的股票這樣買 這將買來買去 賞戶之間買來買去 交易 投資者這樣自己買來買去 就買一張紙 你們知道那張紙的意義嗎 不知道嗎 你只是把它當作一張紙再交易 那這樣子會產生價值嗎 當然不會 一個傑出的企業知道要做什麼事 可是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懂嗎 而且可能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他不會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 所以都隨時都要準備 所以我們在投資上面也是一樣 我們知道市場總是 漲漲跌跌漲漲跌跌 可是我們不需要知道 何時上漲何時下跌 何時是最高點 何時是最低點 我們不需要知道 我們只知道是什麼 長期市場會一直漲 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市場是什麼 可是市場何時下跌 何時上漲我們不需要知道 好我們這個禮拜的重點就是 我們等一下會談一下有一個朋友 他台灣郵集的儲蓄選 他媽媽怕他這個都不儲蓄 就帶他去買儲蓄選 那10年年化報酬率不到1% 大家要知道我們的投資 除了穩定慢慢致富之外 我們的投資希望也是世世代代的傳承下去 那你買個股 Apple Amazon很多 你可能40年50年夠長了 可是你是沒辦法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只有指數基金才能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懂嗎 所以大家還是要理解指數基金跟個股的差別 雖然個股有時候漲幅還是比較快 那你無法教育你的子子孫孫 一代接一代說 OK蘋果要記得什麼時候該賣 那你該買什麼樣的公司 他們不懂 所以你只有QQQ這種指數基金可以傳承世世代代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預測市場 那是神的事情 然後預測市場是神的事情 不是人做的事 我們買指數QQQ或00757夠分散 00757十支股票夠分散 不用再比這個不用擔心的 我們的投資的理念其實他什麼叫投資 就是以現在的資金換取未來的價值 犧牲現在的消費享受換取未來的財富 這就是投資 所以投資其實是一種對未來的期望 搞跟預測 我們的道理很簡單的 就像巴菲特的道理其實也很簡單 大到至簡景色不同 所以雖然道理一樣 可是我們市場的變化千變萬化 還有外面的妖魔鬼怪 所以我們一定還是要在這邊陪伴大家 大家才能夠不受妖魔鬼怪的誘惑 而且能夠堅信相信執行到信仰的地步 所以市場還是千變萬化了 不是你了解大道你就了解市場 因為有時候你看到的市場就懵了 或者是聽到一個人講的話你就懵了 你就做錯了或者是去操作了 再好的投資也需要長期才能夠獲利 那巴菲特講一個笑話 就是說 懷孕也是要十個月才能生出一個小孩 那你總不能是 跟100個人結婚就一天可以生出一個小孩 不會 所以不要持續的操作 你以為這個財富今天10年 財富會增長10倍 那你一天操作10次你就要增長10倍 不可能的事情 長壽是致富的一個關鍵 那我講一個例子 巴菲特之所以為巴菲特 就是他活到90幾歲 今天他如果五六十歲就夭折了 那我想我們應該不會認識巴菲特了 所以投資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 那大家把自己的身體健康照顧好 這就是最大的財富 不然你是無法將你的財富 不滾水球越滾越大 你只能滾20年 那當然比人家滾60年的少很多 我知道在市場裡面 大家都非常害怕保守 可是我還是持續跟大家講 你越害怕越保守 那你風險越大 我們已經漲 我們的支付產變成64億的時候 你還是1000萬 那你覺得你風險大不大 投資不能用杠桿 你可以借錢做緊急備用金還有生活費 可是不可以用杠桿來加大你的投資 所有的理論跟經濟學理論跟學術論文 都跟投資無關 這個諾貝爾獎得主有多少人一直在喊空空空 市場空空空 我看他的頭殼才空空空 這是投資 不是經濟理論 也不是學術理論 巴菲特說這個 投資不需要太多的聰明才智 你只要買進持有 但是不賣你就富有 很多人會擔心美元印那麼多怎麼辦 其實沒關係 美元是一種債券 所以你沒有持有美元 你就沒有持有這個債券 你持有股票你是持有公司未來的資產 所以跟美元是沒有相對關係的 唯一的關係就是美元跌 你股票會漲 本來蘋果一支手機賣1000塊 現在變成美元跌了 他要賣1200塊 那股價就從100塊會漲到120塊 就這麼簡單 前兩天有特斯拉的財報 蘋果的財報 我們稍微快速給他看一下 那這裡有一個人有一個100萬美金的房子 那他已經付款貸款了 那他說他是不是應該把房子賣了去 一般100萬投資在股市 簡單的說應該是理智上應該是這樣做 就100萬拿去投資 那你去做Pledge 那去做Pledge的私資值來過日子 那去租房子這是簡單的方式 那可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狀況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分析一下 那你自己決定 世界上的妖魔鬼怪特別多了 尤其是你親近的人才有可能害到 懂嗎 你的同學你的同事變成保險經濟了 你的同學畢業就變成了理專了 那你的同學畢業就變成保險經濟了 那他就來找你買房子 那你基於人情就買 結果10年後你發現這個是個財務的災難 你的會計師你的報稅的小姐 就是你的妖魔鬼怪 他在你身邊隨時要找你去買一些奇奇怪怪的理財商品 那這個就是你在投資路上很難成功的一個因素 因為你會因為這些人都跟我這麼熟 難道會害我嗎 兩種人要嘛就是他不懂 他不是要害你 他無知 另外一種人他是懂 可是他就變騙子 懂嗎 短線投資到頭來就是一場空了 所以大家不要做短線操作 好這裡有一個就是有一個朋友他五年前他媽媽怕他 年輕人怕他沒有儲蓄觀念 就直接帶他去郵局辦幾十年的儲蓄選 每年就繳十萬要繳六年 那繳了六十萬再放四年也就是十年後可以拿到六十四萬 也就是這繳了六十萬最多多出了四萬四萬 十年後多了四萬 那看完了我們影片他就想說那我現在如果還還生一年 還沒繳 如果我現在就是把四十四萬把拿出來去買00757這樣對嗎 我跟你講是對的 你現在IRR不到1 你如果繳完六年繳完六十萬那十年後拿六十四萬你的IR不到1 我們來看看這個這個計算 我們看看這個計算 這裡你每年繳十萬十萬繳了六年 那之後每繳到最後拿六十四萬 你這IRR就是IRB2到B11 IRB2到B11 那你就是回報率就是0.996 可是你如果現在surrounding 那最後這一年的十萬沒有繳 那你拿回來四十四四萬八再加上你原本沒有繳那十萬把 現在就五十四萬八 那每年成長10%就是 每年成長乘上1.1 那這樣子到達幾七碼後你有八十 可以拿八十萬兩千三百塊 那這樣你的IRR就是6.9左右 所以你現在拿出四十四萬 再加上你明年要繳的十萬 你把它加進來一起進去投資00757 你之後十年後的長期回報率是6.9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輸回那拿去 那另外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個朋友也是一樣 他媽媽叫他去應該是他媽媽幫他投資 那每年繳了二十五萬到郵局去 這個叫做十五年的儲蓄選 那是二十五萬二十萬繳了六年 繳了五年 這裡應該是繳了五年 繳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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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後每年拿3% 三% 三萬 最後一年 把本金拿回來 本金拿回來 本金拿回來 應該沒有一百五十萬 應該只有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五万 本金拿回来就是一百二十五万 那这个回报率只有一点七八 所以 不要去买这种理财商品 所有理财商品 你现在要超过两percent是不容易的 那保险也不要买 保险也不要买 所以你看看这个缴了每年缴二十五万 缴了之后每年拿三万 拿到第十五年的时候 本金还你一百二十万 这样子的投资回报率 只有一点七八 这个只有一点七八 没有用 所以大家回来看 这个你的保险 最好赶快赎回 赶快自己去做对的投资 赚的会更多 很多人不会了解我们这个投资理财的观念 而且我们的观念是颠覆很多人的观念 比如说我们不建议你去保险 你不建议你去做理财 那个一般的理财商品 你就直接买指数基金 长期只有它是不卖 你就会赚的十percent二十percent 比那些只有一点多percent来得好 有些人还会 还会连本金都不见了 所以 你一开始不太了解 没关系 你先做投资 那再慢慢学习 那我们会给你一个tool 就是说你在台湾或在美国 你应该买什么 无论多好的股票 你一开始都不要重压 懂吗 你要我们到享受慢慢支付 巴菲特讲 不要用需要的钱 去赚不需要的钱 不要用你需要的钱 去赚你不需要的钱 你只要用你需要的钱 赚你需要的钱就好了 所以不要一戏自负 不需要 像我们投资特斯拉苹果 Amazon三四十年 五十年应该错不了 可是之后呢 所以 如果你要四世代代 传承你的资产的话 那我想指数基金是首选 而不是个 这位朋友分享 就是说 他在2020年3月20号 那时候的低点 他的市值跌到剩下两百万 那很多朋友就纷纷出厂 那一直警告他 赶快卖啊 保护资产比较重要了 找机会再买进就好了 你为什么不卖 而且还觉得我很奇怪 就是一直在加码 其实市场里没有神 可以抓入建长点 所以他们就这些散户就认为 赶快卖 低点还有更低点 那当你在市场下跌恐惧的时候 大家都会一直认为 可能会想象自己的财富 会一系化为乌油 所有的股票都会归零 当他想到这里 当然很恐怖 就会卖掉 那我们在这边陪伴大家 不会 你只要买对指数 不会归零 他会上去 而且会涨更多 所以 这位朋友就不止下跌 没有杀出 而且还持续加码买进 所以他现在 到了还没到2020年底 他就资产就翻倍了 那那些在低档杀出的人 就实现了永久的亏损 那上涨没有赚到 就是永久的损失 所以操作没有让你赚钱 操作只会让你损失 而且会让你破产 所以 讲白一点 下跌不是风险 最大的风险就是 市场上涨的时候 你没赚到钱 那你没赚到的钱 就永久的损失 懂吗 预测市场是神在做的事 不是人做的事 所以不要去预测市场 所以就也不要操作 你不预测 你就不操作 当你一开始不操作的时候 你就开始赚钱 欢迎大家留言 订阅 我们现在的订阅人数 慢慢增加了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 订阅人数越来越多 这样子我们的频道 可以传得更远 那大家留言 不只留自己的问题 或自己的感想 那很高兴 大家可以开始帮 其他的人回答问题了 这非常棒 我们是一个非常正向的 investment的social media 就是我们在这个频道里面是一个社群 那大家按赞 分享转发 听podcast的人 那就希望可以给五颗星 新来的朋友 那欢迎你们 请到YouTube里面 或bilibili里面去收听我们一亿元的投资讲座 这是在长荣桂冠 台中长荣桂冠的一个讲座 那发布的时间是2021年 今年2021年1月9号 大家去到YouTube去寻找一下 好不好 那把这个影片看完 你才知道我们的投资哲学 虽然影片还蛮长的 其实还分散下两集 总共四个小时 我在那个时候讲了 连续讲了四个小时的讲座 内容很长 不过我跟大家讲 大道虽然质检 可是要理解 还是要需要时间的讲解 QQQ已经持有 QQQ持有一百档大公司的 跟纳斯达克index比起来 纳斯达克是整个市场 就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 几千几千家几万家的公司 可是QQQ这个指数 就是选纳斯达克前一百家 市值最大的公司 所以00757只选十家 那当然绩效应该会比QQQ来得好 所以类似巴菲特不建议大家太分散投资 是一样的 1930年就可以追踪 那QQQ没那么长 所以我们是用 这个SPY SP500当例子 那QQQ的回报率会比这个高了 所以从1941年到2021年的4月16号 4178点SPY 涨了454倍 然后年化报酬率8% 加上2%的股率就1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美国的市场长期投资回报率将近10% 那你现在高科技的不明的话 那回报率应该会比这个稍微高一点 如果你每年回报10% 你40年就会有45倍 一个年轻人来讲 投资20万美金 就会退休就100万美金 那你如果投资20万美金 就相当于台币6000块 你每个月投资6000块 你退休就有3000万 台南如果有钱的人 每个月投资2000美金 那退休就有1000万美金 那你到了60岁 有1000万美金 再高70岁80岁 我怕你有上亿了 所以富有真的不难 那这就还是用10%回报率 如果用15%回报率来算 那你投资2000美金 你可能就会有上亿美金的资产 你投资200美金 你可能有上千万美金的资产 那对台湾人来说 6000块就可以上亿台币 我们每一集的内容 听起来相似 其实还是真的不一样 大到相同 风景不同 美式的市场状况都不一样 春夏秋冬的黄山也是不一样 远近不同 所以我们还是会从不同的角度 来跟你解释这个市场 就好像我们会跟你讲 老虎很可怕 可是我不会只讲这样子 我会跟你讲 所有把老虎的前后左右画给你看 当你看到老虎 你会认识他 那才叫做真的懂 而不是只说老虎很可怕 看到他就要跑 这样子是没办法活命的 同样的是要从不同的角度 才会完整的市场先变化 你看到一面 那碰到另外一面你就懵了 所以我们要让你完全理解市场 而不是只是丢一句话 让你去死 不会 所以我们在市场为背景 以大道为核心 讲述这个市场的大道 可是市面上那些财经节目 就是丢一句话 让你去死 你照那个话去做 因为那个话不是春夏秋 都长期试用 那你 你这个春天的衣服 到了冬天你就会冻死 对不对 你冬天的衣服 到了夏天你就会热死 所以市场的财经节目 给你丢一句话 你就信以为再去执行 你哪一年就热死 或者能死 准死无疑 这里有个Jimmy的分享 他18年了 那投资台湾面板 58年不赚不赔 不过到了现在 终于开始赚钱 这应验一句话 长期持有 当然一开始 这面板55是不是有买错 谁也不知道 那时候还很慌 对不对 那终于18年了 还是赚钱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个股再怎么重压 好你也重压5%就好了 那虽然18年 熬了18年 终于赚钱了 其实也蛮难熬的 不过也是证实 长期持有才能赚钱 那你如果去看这个 Google里面 最近有一个大妈 她买了5万块 每人民币的一个股票 结果忘记了 那现在去看 就涨了100倍 所以不管你怎么样 一定需要时间才会富有 投资一开始选择很重要 再来就是再好的投资 如果没有长期持有 是没办法获利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一定要长期持有 Emma这里有讲的一个 就是说她天天慢跑了 她也看到一个成功的投资 被动投资者 她也是天天慢跑 那慢跑的过程 他们就悟出来 就是富利效应 就是说你越跑越跑 才会发现这个持续 才是一个财富 才有办法累积 一样你一直慢跑 你要每天都跑 你的健康才会慢慢累积上去 所以一定要时间的累积 无论做什么事情 那只有活得越长寿 你的收获越多 你才财富才有爆炸性的增长 就是富利的力量 巴菲特很长寿 所以他才能变首富 今天我们每个人 我们投资 如果能够有300年的话 那肯定是首富 对不对 那巴菲特如果50岁就夭折了 那我想没有人认识巴菲特 所以大家除了正确投资之外 还是要保持健康快乐的生活 投资要是很快乐的 你投资如果感觉很折磨 那你就是还没悟到投资的真理 活得越长寿 领得越多 那你就是首富 这里我们还是最佳投资组 给新来的朋友一样 就是你在美国 你就买QQQ七成 或者是100%买QQQ也可以 那你要折磨自己一下 那你就买30%的ARKK 或更少 当然你也可以买个股 那你个股要看我们的影片 我们有个股 我们投资的个股 其实就是苹果 那我们投资的个股 这里就是有QQQ 再来就是特斯拉 SQ PayPal Amazon Apple ROOM GBTC 那有ARKK 我想就到这里 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再来就是台湾的投资者 你们买00757就好了 这是一个很棒的被动型基金 那我查到这00757在美国的代号 就是F-N-G-S F-N-G-S 那Podcast的人 我拼给你 就是Frank Lancy Gary Sam F-N-G-S 那你在美国的话 你如果要投资这个也可以 F-N-G-S 你说你买个ARKK 那你要买给F-N-G-S 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 那这里有个比较图 F-N-G-S 这个两年的回报率 我们最高的 我们从ARKK看 它165% 最高 再来是F-N-G-S 是143% 那00757是虽然追踪F-N-G-S 可是它也没有追踪的很理想 我想市场 台湾总是有折价 再来就是QQQ 67% 那F-N-G-S 就是125% 那你买SPY的人 我就是说不要买 你看两年 才33% 人家67% QQQ就比财富多你一倍 那如果买F-N-G-S的 那财富多你 将近四倍 所以 投资对了 投资错了 风险很大 懂吗 真的懂 为什么这没东西 你越害怕越保守 风险就越大 投资太过保险 就是风险 太过保守 风险最大 我还是要提醒你 提醒大家 退休的人 不是你的投资风险 不能冒风险 而是你的资金够不够 你的资金如果够年开销 乘以33 假设你是一年要开销 10万美金 那你就要330万美金 才够 你一年要开销100万台币 你就是要有3300万的 3300万的台币 才够 那你有这样的够的资金 你才能退休 那你投资 00757或投资QQQ 你就可以安稳退休 就算现在是最高点 你还是可以安稳退休 也就是说你的开销 要控制在你资金的3% 就这样讲 不能再多 再多就危险 在台湾还是强调 买00757就好了 我在观察00886 另外有一支 也是New York Stock Exchange的 Technology Breakthrough的一个ETF 那台湾也有出 就是00886 我们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因为它刚上市 我会再找到00886的 相对美国的symbol 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建议台湾投资者 还是买00757 这是境内基金 所以你就没有 台湾最低税负制的问题 可是你付委托 跟买一般基金 你最后都会碰到最低税负制的问题 你赚越多 你最后卖掉 你的卖掉的时候实现的资本利得 你可能就会需要缴税 这是台湾四大基金的代码 供大家参考 那你避免你买错 在中国的你要投资美国 当然没有像QQQ这种原汁原味的 那你透过你的基金买513100 虽然绩效没有像QQQ那么好 可是也打败了所有应该 中国的大部分的基金绩效了 那你一样可以长期富有 我们所有的投资 讲白点就是在决定你对未来眼光的判断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全然认为 我们的判断完全是正确 所以也就是说 有些机会我们不一定会看到 而且有些我们看到也不见得是正确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个股不要重压 所以我们只建议大家 大部分的资产都是买指数基金 大家要认清指数 不是每个资产你都一定要参与 不懂的你就不要投资了 那买指数可以安稳的睡觉 唱歌睡觉 快乐投资者 这才是正确的投资方式 所有的投资都是对未来的一种价值预测 当然我们投资苹果就预测未来 苹果会越来越有价值 所以投资都是对未来预测的折现 价值的折现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用过去的绩效来判断未来 我们是用未来的绩效来判断价值 所以我们投资其实讲白点就是一种期权 我们其实就是用100块买苹果 就期望十年后会有一千块的苹果 这就是一种期权 那可是这没有到期的 这种期权是没有股票 实质的股票是一种没有到期的期权 没有到期日的期权 我们是用现在的现金牺牲我们的享乐 期望得到未来大的巨大的回报 市场天天都上涨了 很美好很快乐 大家都要做一个快乐的投资者 我常常讲富有是天赋 快乐是人权 所以你一定要快乐 我们投资者就是要做一个快乐幸福 有钱花随时花想花就花的富有人生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观点 在台湾买00757 尽量也不要去付委托买美国基金 那你已经买了以后赎回之后 就买回00757 那不然的话你境外基金 不管是QQQ或一般基金 最后你都会碰到最低税负市的问题 因为你赚太多了 这里有两个留言 就是说有个Michael他就说 如果大家都照老师的方法都不卖 那Uncle Sam就收不到税了 那他会不会说把未实现的资本利得抽税 不会啦 未实现他美国是不会抽税的 不过美国跟可能会学欧洲 慢慢的钱不够花了嘛 美国政府钱不够花了 他可能会收资产税啦 你房子价值100万 你的资产 你的股票资产200万 你总资产300万 那每年抽你2% 不管你有没有赚钱 反正他计算就帮你抽2% 就叫你缴6万块的税 资产税就是这样 所以啊 可是没关系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所以那以后我们就用赚更多钱 不要让他收税 就这样 那Emma讲就是 其实 我们永远不卖杠杆投资 这不是华人在做的事 这是全世界有钱人都在做的事 所以我们华人也就是少数了 所以不会因为华人都懂这件事情 而让Uncle Sam就改变了税率 而是Uncle Sam没钱之后 他就会想办法找钱嘛 所以借别人钱来投资 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思维 但是要懂得控制风险 很感谢Emma跟Michael的留言 那大家杠杆投资一定要注意风险 绝对不可以 因为市场泡沫而被清盘 不管你是融资margin或什么 margin的人绝对要小心 小心小心再小心 你会破产的 绝对不要去动用margin再投资 绝对不要用融资买股票会破产的 我爸爸以前资产台币四五千万 一个月交易金额可以四亿三亿 我说他就可以养十个经济的 结果他还是一样亏光了钱 所以你只要融资你就会破产 投资很难 因为你看连我爸爸 我都没办法教他了 那我的兄弟姐妹更难更难说了 对不对 所以那要教你们成功者几希 我常常在安慰自己 就是孔子教学三千 只有七十二贤 所以有时候也想一想 如果有我们现在订阅人数六千 七千 那七十二贤 就是一千个三千个有七十二个 那我们如果一百五十个人成功 那我也跟孔子一样的成功了 大家加油 所以 大家杠杆要记得 像2008年的资产泡沫 都只是认为房地产只涨不跌 那在股票市场 你也不可能理想 意想天开的说股票只涨不跌 对不对 那再来政府要怎么抽税 我们真的管不着了 不过就是亚洲人都很保守 只知道还钱还钱 不敢欠债 完全没有知道 就是说你只要在安全的融资范围 金融运作下 你还可以赚更多钱 其实大家都认为这个房地产融资 像房贷好像正常 可是股票去融资 好像就是最大二级 没有 你只要适当的使用 都是很正常的 政府要怎么抽税 我们真的管不着了 不过上游政策总是下游对策了 等到事情来了 我们再来解决 再好的个股 你也不要投超过5% OK 那它上涨上去 你不用再平衡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可以影响市场上涨 所以买对 长期持有大事不卖 大家就富有 我还是建议大家 去用Hilog来投资 而不是做refinance refinance的话 有个不好就是你本利盒 本金跟利息都要还 那你refinance几年之后 你本金都还掉快一半 那你的杠杆就减少了 那虽然你去Hilog做就50万美金 那他可能10年或20年 我想10年的话利率比较低 20年利率就比较高 那到了10年让你还本的时候 你就从那个 Pledge那边去50万去还掉 重新再带一次 借出60万或80万出来 所以这样子 那你如果refinance的话 可能经过10年之后 你已经缴掉了30万 或本金20万 那你的杠杆力量就减少了 除非你到那个时候 又再做一次refinance OK 如果已经退休 没有上班的人 你买房子没办法贷款 那你就用Pledge会比较划算 假设你有300万 那你Pledge就是有210万 那你买个150万房子 charge up会直接把150万 会到你的esco account 直接用现金帮你付掉 那你只要付利息给charge up 2%以内就好了 会比你房贷还便宜 所以用Pledge的话 退休者可以用全额贷款买房 全额贷款买房 对没有退休的人 还是就有深心智的人 还是去做finance 就是贷款 贷款 所以你如果有140万了 你有200万资产有140万额度的 那你最好就最多买100万的房子 不要买到满 不然市场一跌 你可能就蛮辛苦的 所以一般贷款要首付 比如说你买房子 一般贷款要首付 先100万的房子 要先付20万 那那个20万就浪费了 那你如果能够100万都是借来的 不是很好吗 我们的频道 你如果介绍个朋友 其实大家都会反应 都是很冷淡的 因为我们的投资 就像很多人讲 我们的投资讲的 好像就是 天皇夜谭 不容易相信 简单到很难以置信 所以只有你们很有慧根的 才能够跟随着我们 那听我们的影片 没有感觉的 慢慢来 久了你就会听懂 这里有个Francis 很高兴的 感谢他的留言 那他现在都是全部买进的 他一个月前开始听我们的节目 就发现我讲的话 好像是什么叉叉话 因为对他有经验的来说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是对的 所有人讲的 就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说 那难道大家所说的都是正确的吗 还有他旁边的 我朋友对投资有点sense的 都觉得这个老师 就我们的频道讲的都是插话 而且他到Black House 去听我们的讲话 也觉得很奇怪 就完全是觉得 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一样 后来他听久了 看懂了 真的是我们讲的这些 其实是无懈可及的真理 对于他来说 没错 股市现在历史蛮高的都是在创新高 那我讲过股市永远在创新高 如果不是一直创新高 你投资卡干什么 那你在创新高 你还是等等 你等多久 已经涨过 涨了多少次了 你还在等 所以我说很多等待的人都还在月台 我们都已经去玩一趟了 他还在月台 我们都已经到了 火星了 他还在地球 所以 你没办法有任何迹象 知道说市场要崩盘 也轮包让你知道 如果大家都知道 那就不会崩盘 你要知道 所以 不要再围绕这种 没有答案的问题 大家要记得 利率再低 你都不能 股票margin 去再拖投资 Pledge和融资是不一样的 你们在一般的建商 做一些security-based loan 那是margin 那跟Pledge不一样 Pledge市场下跌 你不会被追缴的 那margin你的股票 会被砍出去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记得 这个Tony Fan 跟我们分享一个 就是说 外面很多的投资流派 都是精准的错误 那只有看我们的影片 才能放下很多执着 那那些外面的财经节目 都前后相互矛盾 搞得大家紧张细细的 也不是诺贝尔得奖组 就比较厉害 诺贝尔得奖组 发出崩盘的讯号 已经每年都有 那有崩盘吗 没有嘛 所以 不要把认为 这些 保读私书的人 当作是投资天才 如果他是投资天才的话 那就不会是巴菲特首富 没看到一个经济学家 跟勒贝尔得奖组是首富 所以 投资跟 经济无关 跟学院派无关 他不是一个知识 他是一个 尝试 懂吗 所有 我们投资的一个尝试 就是我们买进一个好公司 跟着公司成长 假设台湾有一个牛肉面店 那你叫一个诺贝尔德奖组 来评估这个面店 他怎么评估 他会跟你讲一堆 现在的殖利率多少 现在的失业率多少 现在的年金平均所得多少 现在pandemic很危险 现在很多飞机不能飞 现在的耐久才订单 结果 跟你讲 这家牛肉面店怎么样 你觉得对吗 很简单 你要投资这家牛肉面店 进去吃吃看就对了 还讲那么多干什么 所以你要知道 投资不是这些诺贝尔德奖组 或经济学家可以 说三道四 懂吗 他们讲的都没有用 不要理会他们 那当然那些财经分析师 跟财经台那更不用说了 离什么都很远 大家记得 Long-Term Capital破产 里面有两三个诺贝尔德奖组 和十几位赛事场得高望重的金融天才 连巴菲特都很尊敬他们 大家就说他们真的是聪明 比我跟芒德都聪明 可是结果 破产 所以记得不要太相信这些 保读私书的人来跟你谈投资 那那些财经节目的那些人 那你更不用相信他们 懂吗 有些Hilog可以这十年 有些二十年 我想十年的可能利息低了 二十年利息可能高 你要去local的银行找一找 一般听说local的银行 什么Union Bank Union 会比较便宜 利息会比较低 那你Hilog借出来之后 你放到投资Trust Shop 可以去做Pledge 那等到有赚了钱 十年二十年之后 到期的 你的Hilog到期的 要本金要还 你是从Pledge的钱拿去还掉 再重新贷款出来 懂吗 再去还那个Pledge 这样就会 大家不要做期货期权 也不要做杠杆基金TQQQ都不要 这个不是可以长期持有的 那你的资产会破产的 四十年只要跌一次 你就破产 这位朋友我想他 我认识他一段时间了 那他很积极 就是他不只知道我们的影片 他还跟我联络加了 那有些事的问题 那他也把保险输回了 也把房地产抵押了 那他其实是做对了 他这里流就是 纸上谈兵 没有用 纸上谈兵没有用 这个叫做精确的错误 统计实物理论倒背如流 也不会成功 没有耐心 享受不到 富利的力量 那我们是经过过去三十年 不管正确错误 我们都给他 检讨过了 那融会贯通之后 给你们一个很简单的 投资大道 就是 买对长期持有 打死不卖就富有 可是这样子的大道 对一般人来说 有时候下市闻到 大笑之所以有些人会不以为 那没关系 我希望这些下市 慢慢能够体会我们的道理 变成上市闻到 情而习之 那没错 市场上很多装横论鬼 他最主要的就是要你频繁操作 这就是金融业的目的 也是他的一种局 所以大家要小心 那我们将三四十年的投资理念 无论对错 农会精华 把错的改正 那给你们大家灌顶 直接灌顶 让大家能够一次就成功 大家认知你美元就是一种债券 一种短到极其支付的债券 那你持有美就是持有一种债券 等于就是你在买投资债券 你持有美元就是投资债券 那你持有美国股票 你就是投资一种公司的所有权 所以你持有债券跟持有公司 所有股票是两次 我们持有股票就是在想 这个公司未来的价值 那你持有美元 你只有越来越贬值 因为美国政府就飘飘飘飘飘飘 那个印刷机一直印 你拿一个垃圾干嘛 那当然没关系 垃圾变垃圾是他的事 那跟苹果公司没有影响 美金跌 从美金跌 那iPhone就从1000块 可以卖到1500块 那股价就从100块涨到150块 iPhone从1000块涨到1500块 那Apple的股票就从100块涨到150块 就这么简单 所以以美国股票 以美元计价的资产 就是美元跌资产就会涨 美国股票就会涨 所以美元跌黄金涨 石油涨 苹果手机涨 苹果股票涨 就是一样的 所以美元下跌汇率的损失 会以股票上涨的形式来还给你的 所以你不要担心美元跌 我们的股票会有问题 不会 我们持有的资产 我们跟美国美元没有关系 很多人很担心美元的事 那不用担心 我们是小虾米 那个美元是美国总统财政部跟央行 美国央行的事 美国也不会瞬间崩盘 美元也不会瞬间崩盘 它只会慢慢市委 所以不会有事的 你也不要替美国太担心的 人家的事你不要担心 美国常常说 It's our currency but it's your problem 就是我们的钱 可是是你的问题 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要持有这种 就美元就不会有问题 你了解的意思吗 那那个问题就留给美国总统财政部 你要知道慢慢的 好像越来越多人不想买美国的债券 最近拍卖就有点问题 买气不忘 所以美国会遭遇他的债券没人买的状况 大家不要将未来不见得会发生的事 把它揽来自己 以为自己的事 不要把别人是揽来自己烦恼 也不要把未来是还不一定发生就开始烦恼 这不要 我们的义工跟我自己都在市场赚很多钱 所以我们不需要大家的钱 我们只是要教大家 我们是如何赚钱的 那也希望大家一样跟我们一样赚钱 过好的生活 快乐过日子 不要像网路上或clubhouse里面刀光剑影的 我看他们的日子应该是不好过了 有没有赚到钱 应该是没有了 吸引力法则 大家要知道 你一定要从潜意识训练起 不要想我是住豪宅 坐豪宅坐头等舱住五星期换店 有钱花 随时花 想花就花 过快幸福快乐的富足生活 当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 你的脑袋就开始计算 就会相信我们的投资 你就会找到致富的钥匙 那你就开始行动 那就是致富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财报 YOY成长 这里没有成长 从10.39成长到5.99成长到10.39 差不多100% 算说成长100% Earning从23成长成长到93 Earning差不多成长四倍 那有人说这个灌水 然后这个里面有比特币 那就把它去掉 那90 给它去掉3好了 那6 60 那也是有三倍嘛 虽然没到这个5倍 也有三倍 所以够了 Revenue成长100倍 100% 那这个 Earning成长是300%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不用再多说了 那特斯拉预估今年会 销售量会成长50% 也就是会交付75万辆 我相信可能会超过 那特斯拉的毛利增加1% 大达26.5 虽然他们一直在卖低价的车子 可是 他们的 控制成本很好 所以可以增加它的毛利 这是很棒的一家公司 好 再来我们看苹果 苹果的财报也出来了 那这里很简单的 苹果 从 $0.54 到了 Revenue 成长54% 它一季 第一季的获利成长 YOY成长100多% 成长一倍多 太厉害了 这么大的公司 获利还可以成长一倍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半年的获利 过去六年 六个月的获利成长62%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它会增加它的Dividend 到0.22一季 所以一年会花88C 它的Dividend成长7% 它的Dividend成长7% 所以这家公司太厉害了 这旁边那个是财报 大家去Income Statement 大家可以去看 对于年轻人来说 你们要提Bow Roth Roth 3K 或Roth IRA 那你看看你自己的selecting list 可以选择的项目 如果绩效不是太好的话 那我建议你们去投资外面的Roth IRA 就好了 那可以买QQQ 那其他的就放在你们的Investment Account 那以后可以做Pledge 会比放在绩效不好的Roth 401k 来得好了 那你们对于你们Roth 401k的选择 不了解不懂 那你可以拿来给我 我帮你看E-mail 你可以在我们的影片 你可以找到我的E-mail 你如果不知道我的E-mail 你留言我 我要把我的E-mail给你 好 长期来说市场回报率就是10% 那我们现在看看 如果你拥有一百万元 而且房贷都已经付完了 那你自己住自己的房子 假设这个房租是3500块 那一年你就有省了4.2万的房租 那我如果说房屋税是1.4万美金的话 那你4.2万扣掉流出去的1.4万 那你就是有省了2.8万 那等于你自己的房子 房租的好处就有2.8% 在考虑房子是可以增值的 那你如果住在最好的房区 像我们Gupertino 长期年化报酬率的房子 也就只有7% 这样的报酬率加起来就9.8 也接近10了 那但是自住房有个问题就是流动性差了 股票资产流动性好 所以可以做Pledge 当然 你有自己的房子你可以做Hilog 那再去做投到股票市场去 那再做Pledge也是可以 以上就是只给大家参考 那如果你自己决定 那如果我的话我是会把它卖掉 假设你只有一百万 你真的是把它卖掉去租房子 那你的用现金流会比较好一点 你遇到的问题才不会没有钱 投资路上财狼呼报很多 尤其是你的亲身边的人 你的同学什么招揽保险 你就或者是你的理财顾问 或者是你的保险经纪朋友 或者是你交了很久的朋友 那他突然转行变保险经纪 来哪里拉保险 这财务就会遭受一个重大的灾难 很多当然保险都是因为情面上 不好意思就买了 结果就是一个灾难 那有些台湾的到了柜台 要结了定存或有一笔钱 结果也被拉去买保险 那你看看我们一开始的保险 只有一点多percent 这样子会富有吗 只会越存越穷 所以我们会带大家陪伴这里 那你有什么问题你来问我 那你们一定要做对投资 要做对绝对回报率高的投资 你才会致富 而且不会变穷 确定大家投资路上 都是安全稳定富有 这个财富不是只有资本家 不是只有欧美人士可以赚的 资本主义是很公平公正公开的 你只要愿意拿 随时都可以致富 这位有位朋友 他就说他认识了十几年的朋友 那他帮他报税 那结果就赶快 现在年纪大 他就说你有RMD 来参加我们什么 一个什么的 一开头的什么 light的什么 这个三样 bonus有22% 那你现在赶快 all over 2万块 还好这位朋友有听我们的话 他就不理他了 那你要知道 当听22%三样 bonus 多么吸引人的时候 你就要想想看 如果当你觉得好到不太真实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有比较像骗子 世界上妖魔鬼怪特多 尤其你身边的人 你以为常常有人说 他是我二十几年的同学的 会骗我吗 难讲了 所以有时候他是无知 所以他也不是真的要骗你 那如果他是真的知道 而还这样骗你 那他就是一个骗子 那不管你们交引多好 没有用 这里有一个人给我一个留言 他就说2020年的Tropotex 已经开始问这个 Cryptocurrency了 你有没有在其他的平台 2020年有交易Cryptocurrency 那我们买GVTC 所以也就没有所谓Cryptocurrency 报税的问题 那你GVTC 你若没有卖 就没有报税问题 你若有卖 他就会显示在 我们报税表1099表里面 就显示盈亏 那你就去报税就好了 还是一样大家不要买保险 然后你要买就买Turn Life 那比如说美国三四百块一年 可以保一百万美金的 或者台湾一万多块钱 那缴一年 那可以保三千万美金 三千万台币的 那这样保险可能可以买 其他的投资型保单 什么指数型投资保单 这个投资理财保单 什么什么 不要了 那个回报率都很低很低很低 这位朋友Francis讲 就是说他以前 有一个朋友给他我们的频道 那他就发现他短线投资到头来一场空了 而且又最大的损失就是 新春跟时间 我想他应该是在市场上蛮长一段时间的 那也生活也没有品质 人系关系也受影响 这人是不太划算 那还好他都懂得风险控管 也就没有什么受伤 不过其他朋友下场凄凉的倒是很多 所以短期操作破产的其实是蛮多的 他刚才听我的影片的时候 我就很难去接受了 要相信我们那就要否定他的过去 什么技术分析基本上一大堆的 好像看起来很有用的东西 就是精确的错误 他就要完全否定他自己 那他认为大家都努力做方向 没错 他也进到我们Cloud House 来听我们的分享 结果很多人问说 老师现在我有钱我要分怎么买 现在糕点可以买吧 那我的回答就是明天隔天 立即买进市价买进全部 他一听了一开始也是很傻眼 后来慢慢他一开始以为他听错了 后来才发现我们所说的是真的 所以他把过去我们的影片都看了一下 渐渐的听我们的Cloud House 结果发现我们讲的差不多 不过就是真理 他有被我们的影片特别感动的 就是说我们有讲过 我们虽然淘了两次的泡沫 可是因为这两次泡沫 我们其实做错了不下20次 那个损失比逃避两次泡沫所省下的多人还多 所以还好我运气好 没有沉默了 可是坏掉的钟总是会对两次 那不代表对两次的钟就是好钟 所以不要去预测市场 没有人知道 所以这位朋友的结论就是根本不需要去高点卖掉 你不要去逃2000年的高点 你不逃现在也是赚很多 如果你运气好高点逃顶成功了 那你也不可能在低点里买得进来 所以如果很不幸的 我只能讲不幸的不是说好运 你很不幸的你逃顶成功 你逃顶成功看起来是好运 货系福之所福 这个福系货之所义 你觉得你是福 其实货就来了 所以你当你逃顶成功 你以为你是古神了 那就频繁操作 结果就破产了 你就完蛋了 所以这位朋友说以上都是事实 他花了一些时间消化我们的理财 那才发现我们讲的是真理 所以他现在就是all in 全部买进了 我很感谢他的分享 也很恭喜他能够接受我们的理财 来观念 那可以不用盯盘 可以过他幸福快乐富有的人生 重点就是说 我跟他讲 重点就是说 一个长期操作的投资者 能够转向变成我们的长期持有投资者 不简单 这个是要有多大的智慧 不简单 就像你要找将一个酗酒的人叫他戒酒 抽烟的叫他戒烟 赌徒叫他不要赌 所以这位朋友真的是非常有智慧 我非常感谢他的留言 所以我特别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好我们最后了 就是市场震荡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那个国际局势也不要去理他 市场跌下去会涨上来 市场不要去分析了 没什么好分析的 买进持有打死不卖 有什么好分析的 财报 有看没看都可以了 经济局势 但是无所谓 你去听经济学家讲了一堆高深的数据 没有用 他不会投资 你问一个 你听一个不太会投资的经济学家 跟你讲投资有用吗 所以一切都跟我们没关系 不要去理会市场深色起伏 股票涨跌都不要滚 好我们再把我们今天的内容 稍微recap一下 台湾的由 据于除续选 回报率都很低 1.1% 1.5%最多 我们要享受慢慢致富 投资指数才能够传承世代代 预测是神在做的事 不是人做的事 所以你不要去预设市场 所以你也不要操作 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你也无从操作起 投资指数够了 投资是以现在的资金换取未来的价值 大到至减景色不同 所以我们还是要以这个导游的这个领队的角色 来带领大家走过这个投资的景点 再好的投资也需要长期才能获利 那大家把身体健康养好 就像慢跑一样 每天越跑就越健康 投资也一样 每天就持续累积财富 那你有健康才有财富了 你如果早早夭折了 那财富就跟你没关系了 你越害怕越保守 你的风险越大 投资不能用杠杆 你们margin loan不要再拿去买股票了 懂吗 你如果Pledge可以拿来过一点日子 所有的经济理论跟悬殊论文都没办法帮你致富了 美元就是一种债券 你持有美元就是持有债券 一样的 只是时间很短 立即兑现的债券 股票是拥有公司未来的资产价值 我们看了特斯拉跟Apple的财报都相当的好了 那你不要因为财报好 发现市场还怎么会跌 我也不知道 不过就是说也没什么涨 不过没关系 早晚要恢复他的 给他公道的 一百万的房子 无贷款的自住房 是应该卖掉还是要继续移住 那我的结论 如果我本人的话 我是会卖掉去投资的 尤其你除了这一个房子 没有其他资金的时候 你更要这样做 世界上的妖魔鬼怪特多 还是就是说 这些都是你身边的要特别注意 不要因为人情 而去买一些错误的理财商品 那你的财户 财户就会一个灾难 长期会是一个灾难 短天投资者最后到头来 就白忙一场空了 没有用 好 那我们的今天的轻松了投资 可能就已经聊到这里了 那祝大家身体健康 保持心情愉快 做一个快乐富有的投资者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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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